中国女排前国手扎根基层立志培养下一个朱婷,遗憾退役,她累穗赛场,北京时间8月10日消息,不久前落幕的浙江省青少年阳光体育排球赛上,球迷们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,她就是女排前国手邱亚男,再次回到排球赛场,她的身份已经不再是运动员,而是杭州市萧山区昭辉初中女排的教练员, 作为杭州市传统排球名校,昭辉初中女排在本次比赛中,再次以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,教人的成绩背后离不开教练团队的付出,因为队员们平日里学习任务都比较重,所以只能在期末考试结束后才开始集训,为了让学生们在短时间内适应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, 邱亚男与其他教练可莫照想办法,当然,他们的努力最终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,现年29岁的邱亚男,身高1米83,丝直接应,虽然身高不高,但邱亚男的技术十分全面, 无论是调整攻还是跑动进攻都有相当不错的实力,他的后排进攻,前排交叉进攻,双背飞等表现不俗,一直以来都是浙江女排进攻的核心之一, 2010年,邱亚男被时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于觉敏选中,首次入选国家集训队,参加过瑞士女排精英赛,俄罗斯总统杯女排邀请赛,世界女排大奖赛,低调的性格,脸上一直挂着温暖的笑容, 邱亚男在运动员生涯中,一直深受球迷喜爱,曾帮助浙江女排多德联赛冠军,2017年在天津举行的第13届全运会, 浙江女排全队心气很高,目标直指冠军,然而,或许是压力太大,他们没有发挥出最好的水平,无援四强, 邱亚男更是累洒赛场,让球迷心疼不已,带着遗憾退役的邱亚男并没有离开排球,选择扎根基层的他未来或许将为中国女排培养出下一个珠婷,让我们祝福这位漂亮的姑娘。